去逛漫展 我看到了一个具好看的汉术小姐姐 我不要脸的凑到人家的身边 拍合照 还疯狂给人家吹彩虹屁 不过小姐姐的心情看起来不是特别好 她的男朋友在旁边憋笑憋的 都快晕过去了 直到拍了无数张照片之后 小姐姐突然开口 再拍下去 我就要收费了 我的脸刷了一下就红了 我那么大一个漂亮姐姐 怎么变成了个男生了 看到这个人 愿你今后万事圣意 时间好运伴随于你 章鱼豆沙包提醒您 正文开始了哦 再拍下去我就要收费了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刚想点拍照的手停住了 睁大了眼睛 僵硬地转过头 看向我旁边的小姐姐 你 你 你不是个女生吗 怎么又变成了个男的 现在尴尬的场面 还要从一个小时之前说起 这次的漫展我准备了很久 虽然我既不是 COS也不是汉服爱好者 但是我为了这次的展子 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今天早上我老早就爬了起来 然后打车来了这儿 检票进了场之后 我就在场里 抱怨在外地的好友拍照片 这也是为啥我这期待 这场漫展的原因 漫展的小哥哥小姐姐 都超级好看 我把照片发给朋友 朋友表示他很满意 然后我就在场地里面乱逛着 逛着逛着 我就看到了一个超好看的小姐姐 他穿着汉服 身高真的在女生当中很出众了 我目测来看 大概的有多一米八级了 但是穿着汉服 也一点不都是很违和 小姐姐嘴角也不带笑 但是就是那种清冷感 一下子就集中了我的心 我抱着相机蹭了一下 跑到她的身边 小姐姐身边跟着的 似乎是她的男朋友 她正在跟她说什么 但是小姐姐一脸的不耐烦 等他们没说话了之后 我才小心翼翼地走了上去 仰视着她 不知道是不是小姐姐的气场 太过于强大了 所以我想说的话 就跟男产在了肚子里面了一样 半天也没说出来一句话 小姐姐挑了挑眉 像是在说你有事吗 我结结巴巴地开口 我可以和你拍个合照吗 因为我觉得 觉得你真的好好看 小姐姐还没开口 她的男朋友在旁边接下了我的话 可以可以 来来来 需要我给你们拍吗 我摇摇头拒绝了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来拍 行吧 我举起手机 想把身边的人 矿到手机矿里面 结果举了半天 也没能让我们两个人 都进入到手机矿里 放下手机 我转头看向她 然后艰难开口 小姐姐 你可不可以蹲下来一点 你实在是太高了 我拍不到你 小姐姐还没说话 她男朋友就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快点 配合一下人家小姑娘 我在心里吐槽她 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然后又在心里哀嚎 为什么鲜花都要插在牛粪上面 虽然但是 小姐姐还真的蹲下来了一点 头大概跟我的头 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 于是我抓住时机 拍了好多张照片 小姐姐刚开始还配合着笑了笑 后面就越发的高冷了起来 不过这个感觉 却一下子踩在了 我不可说的点上 让我感觉 她不笑的样子更好看 我在拍照 小姐姐在配合 而小姐姐的男朋友 不知道为啥从刚刚开始 就一直在别笑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毕竟她别笑就别笑吧 结果她动作糊度还特别大 让我不想注意到都不行 我整个人都是一头雾水 但是手上的动作也没停 一边拍 一边还疯狂给小姐姐吹彩虹屁 说她长得好好看 身高也很高 要是我是男生 也一定追她 小姐姐的嘴角 似乎抽了抽 在我想继续拍的时候 她突然站直了身体 由于侧身在我耳边说 再拍下去 我就要收费了 毫不客气的说 当时的我就像是 走在路上 被踹了一脚的小狗一样 手里的手机都没抓稳 眼看着马上就要掉到地上了 小姐姐 哦不对 小哥和俯身帮我抓住了 马上就要和地面亲密接触的手机 我看着她 你不是女生吗 怎么又变成男生了 难怪我刚刚拍照的时候 她那么不耐烦 我的脸越来越红 旁边的那个男生也凑了过来 像是终于发现了 我们这边的不对劲了 你们拍完了呀 我红着脸 语气激动的问她 你怎么不跟我说她是男生呢 我还以为 以为我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因为我感觉我说出来之后 面前这个精致的小哥哥 可能是会直接把我给吼播了吧 他把手机放到我的面前 嗓音低沉 你为什么 我从她的手里接过我的手机 揣到自己的包里面 然后准备跑路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面的恶趣未来了 我快速地说了句 以为你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呢 然后就直接跑路了 就算是我跑得很快 但是我也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大哮声 看来她终于忍不住了 但是很快又传来了哀嚎声 呜呼被揍了 我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翻看着刚刚拍的照片 然后嘴里还念叨着 这么好看的人 怎么可能是男生呢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女孩子还好看的男生啊 手指放到山植上面 悬了一会儿 还是直接退了出去 算了 这么好看的照片 只要我不想 这就还是个漂亮的大姐姐 我又在漫展上面逛了会 然后就准备回家了 走到公交车站的时候 右眼皮跳了跳 我嘴里念叨着 这莫不是要倒霉了 有时候吧 真的不能不相信这些东西 就在我拿出手机 看我坐的车 还有多久到的时候 旁边的阳光突然被遮住了 然后一阵熟悉的声音 出现在了我的耳边 朋友 是你呀 看来我们很有缘分哦 我梗着脖子 转头看向身边的人 这个不就是刚刚那个人吗 那么他后面这个人 不就是刚刚那个小姐姐 抬头看向他身后的男生 他已经换下汉服 就连发型都换了 脸上的妆也卸掉了 现在这样子 论谁看到 都不能把他和之前 那个汉服小姐姐联想起来 这人还真是女装漂亮 男装帅呀 然后我就又被人家的颜值 给攻略了 直到在恍惚中 我跟他的桃花眼 对上视线 生了双多情的桃花眼 但是看人的眼神 又冷得要死 我心里慌了一下 然后移开了目光 呵呵呵呵 是挺有缘分的 我往旁边移了移 想让他们站在阴影里面 毕竟后面那个男生 长得挺白的 晒黑了 怪可惜的 这个男生挺健谈的 和后面那个男生 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他有多健谈嘞 大概就是属于 后面那个男生的嗓子 长在了这个男生的身上了吧 哎 朋友 我叫任义安 这个叫徐行 你叫什么 我约过任义安 看向那个叫徐行的男生 他拼过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收回了视线 哦 我叫男悠悠 简单的自我介绍结束 我才发现在任义安的说话间 我连我的底就交出去了 然后在听到 我也是姜大的学生的时候 他猛的一拍腿 差点把我吓了一跳 原来还是校友啊 所以你是回学校吗 我张着嘴 啊了一声 真抢 徐行也回学校 我刚好回家 你们两个人就一起吧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和他一起的 毕竟我看到他的脸 就想到了 当时我是怎么夸他好看 像仙女的 看到他我就又开始尴尬 但是任义安可不管这些 在我们这路公交车到的时候 他把我们两个往前推了一下 还笑呵呵的跟徐行说 你把学妹送回去啊 记得送到宿舍楼下 听到了没 哥 别这样 我恨得得现在就从车上跳下去 但是公交车不会让我这样 我的脑子也不允许我这样 车上只剩下两个位置 还是靠在一起的 如果我身边是个刚刚认识的帅哥 我肯定觉得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 但是现在我只感觉到了 天要亡我 徐行还很绅士的让我先进 等我坐下了他才坐下 不愧是腿长的人 那个腿长的座位都放不下了 我尽量往里面坐 不靠近徐行 也不像跟他说话 只在心里面祈祷 快点到站啊 我要下车 就在快到站的时候 身前突然伸过来一个手机 手机上面是微信二维码的见面 我疑惑的看向身边的徐行 不是吧 哥 我们之间的气氛都这么尴尬了 你还要搞这一出 家的好友 把你今天拍的照片发我两张 我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他 居然还要照片 这是什么癖好 难道说徐行其实就是个女装大佬 平时也喜欢这么穿 只不过这次刚好被我发现了而已 我没特殊爱好 这次的事情就是个意外 要照片只是为了回去交叉而已 快点的 虽然我心里说着不相信 但是手上还是很麻利的 加上了徐行的微信 刚好公交车到站了 徐行同意了之后 就起身下了车 我跟在他的身后也下了车 只不过他没直接回学校 你自己回去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行 到时候把照片发给我 好 我看着徐行离开的身影 再看了看自己手机里面 多出来的一个联系人 这一天天的都是什么事啊 再夸人家好看 我颓废的回了句 是啊 你不知道人家穿着汉服化着装 是真的好好看 而且刚开始他也不说话 我也认不出来啊 电话的那边 是最开始让我去拍照的朋友 那缘分都送到你面前了 你不好好把握一下 怎么行呢 我端着餐盘 拿着电话转身搜寻一下 哪里有空位 看到一个位置之后 我正准备过去 也回了朋友的话 这么尴尬 哪里有什么缘不缘分 反正我现在要是看到 人家肯定想直接转身离开 那男生真的是穿女装漂亮 穿男装帅气 简直就是男女双杀 说不定人家下一刻 就出现在你面前了 一般来说经常念叨的人 肯定下一刻就会出现 你别乌鸦嘴 这么大的学校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遇见 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 缘分这个事情 真的是个玄学 上一秒我还信誓旦旦的说 肯定不会遇见 下一秒我就看到了任一安 还有他旁边低头吃饭的徐行 他身上的衣服 和下午穿的那身 已经很不一样了 应该是回来之后就洗了澡 然后换了身衣服 不过不管是穿的什么 都跟衣服架子一样 真帅 开帅哥一时看过头了 搞得人眼看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躲不赢了 其实有的时候 我真的很羡慕 像这位任学长一样的 社交牛逼症的能力 毕竟如果是那样的话 也许我就不用 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他 而不得不端着我的饭 坐到了徐行的对面 两位学长好 好好好 你也来吃饭啊 我看了看我的餐盘 越发觉得 这个学长太会说废话了 但是我又不能不回答 只能含糊的说句 但是可能是因为 我回复了他的原因 所以他的话题 一下子就打开了 搞得我吃一口饭 就要回他三句话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 他是因为徐行 在旁边一句话 都不跟他说 所以他才疯狂 跟我找话题聊天 但是我在心里面哀嚎一声 学长我真的很想吃饭啊 就在任意安 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旁边一直默默吃饭的徐行 突然拍了一下 任意安的肩膀 然后声音低沉的说了句 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行行 我不说话了 看待你今天牺牲 那么大的份上 我就还你一片安宁 我只能说任意安 也太没有情商了 徐行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脸色以肉眼可见的 速度黑了下来 我能预料到他回去之后 应该不会很轻松吧 我低着头吃饭 不加入这个话题 徐行吃完饭之后 就一直在旁边坐着 我瞧眯眯的看了一眼 是在看手机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快速的吃完饭之后 我就准备离开了 这个时候任意安 去帮他的室友买饭了 只剩下我和徐行 我不知道是直接端着餐盘离开 还是跟他打声招呼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对面的徐行 突然伸手过来 敲了敲我的桌面 我抬头看向他 说好发给我的照片呢 现在还没发过来 是不准备发了 还是已经偷偷删掉了 删肯定是没有删掉的 毕竟我只是忘记了而已 这现在记性是越来越不行了 我笑了笑说 那肯定是没有啊 我只是还没来得及发而已 而且就算是要发 也等我PP图啊 不然看起来多不好看啊 徐行显然没什么耐心了 或者说他最大的耐心 就是在漫展上面 跟我拍照啊 那晚上快点发给我 行不行 男悠悠同学 好的 好的 徐行的手指细长 简直是满足 我这个手控的需求 是不是所有个子高的男生 手指都长得特别好看啊 这个事情还没等我深思 然后我就看到了 买好饭过来的任一安 我的视线从他手上扫过 好吧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手长得好看 跟个子高 应该没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三个人同时出了食堂 因为宿舍在同一个方向的原因 所以我们还是一起走的 徐行一个人走在前面一点 然后我跟任一安走在他身后 想到今天白天的事情 我忍不住想要知道一点八卦 毕竟以今天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知道 那么一点八卦的 我碰了碰任一安 然后走得稍微近一点 学长 你们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徐行学长看起来 不像是那种 会穿着女装去漫展的人吧 任一安看了看前面的徐行 确定他不会突然转身 也不会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之后 他才解释说 老徐肯定不是那种人啊 这不是前面有一天 晚上我们喝酒吗 然后玩游戏 老徐输了一局 然后大家给他的惩罚 就是穿着女装去参加漫展 这个事情说大也挺大的 毕竟如果不是这方面的爱好者 应该也不会同意吧 或者就是别的人的惩罚 应该比他的还要更严重 果不其然 任一安很快就说了 他别的室友的惩罚 简直比女装更加残忍 那学长你的是什么 任一安突然不说话了 但是看他这个表情 应该是更加不好说的吧 哎呀 学妹 这些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东西 你只需要知道 老徐为什么穿汉服 去漫展不就行了 任一安越不想说 我越想听 于是在我揪着 他一直追问的时候 前面的徐行突然停下了脚步 并且还转身 看着我们两个 我抓着任一安的手 一下子就收了回来 你们两个人 是觉得别人是笼子还是什么 要不要凑到别人的耳朵边上去听 我和任一安一下子静了声 原来是走到了我们宿舍的交叉口了 我在这就要走另外一条路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是跑路最重要 于是我一下子跳到了另一条路 准备跟徐行和任一安告别 话还没说出口 就听到徐行语速极快地说 他的惩罚就是 周六晚上围着操场说自己是gay 雪妹要是有时间 也可以来看看 还有她还会穿过旺仔牛奶的衣服 不得不说 这个衣服的给人的感觉就很深 几乎是一瞬间 徐行说的那衣服的样子 就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面 旁边的人已安哀哀好了一声 丢下一句 老徐我以后再跟你们玩游戏 我就是狗 看着人已安崩溃的样子 我笑得简直直不起腰了 旁边的徐行嗓音低沉 且没有糊涂地说 别笑得回不去了 记得回去之后把照片发给我 然后要么删掉 要么保存好 要是被我发现有照片留出来的话 我真的觉得 徐行没说完的话就是 要是有照片留出来的话 我就找你杀人灭口了 于是我的笑一下子就收了起来 跟徐行保证了一下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之后 我就回了自己的宿舍 室友们看到我回来 都问了一下我漫展好不好玩 小哥哥小姐姐好不好看 我想了想 很中肯地说 小哥哥很好看 小姐姐也很好看 毕竟徐行的男装和女装都很出彩 所以这个话说起来也没有错呀 室友们都问我有没有照片 本来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手 瞬间想到了徐行黑脸的样子 然后又收回了想要分享的念头 只能含糊地说了句 我拍了但是还没修好 到时候再拿给他们看 室友们也不是特别在意这些 于是也回答了句好 爬上床之后 我才翻看着上午拍的照片 感觉每张都好看 而且徐行的脸太好看了 随便一张都可以出圈 我把自己的脸挡了一下之后 才发给了徐行 等徐行回我消息的时候 我才发现 有一张没有被挡的照片也发了过去 而且已经撤不回了 我 学长 那张没挡的照片是我手都发错了 你就当没看见就行 徐行 嗯 拍的挺好看的 我本来都准备点开键盘 夸徐行的脸了 但是又想到 上午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夸他的时候 他越来越黑的脸 要是现在又夸 那怕是准备直接进他的黑名单了 我 比不上学长的男装了 徐行 你倒是会夸 我还准备回消息 但是QQ群里突然有人爱特 我回了个好 然后就开始发照片 发完照片 我就退回到微信 然后准备回徐行的最后一句话 话还没打出来 我室友突然叫了一声 悠悠 你是不是在群里发错照片了 现在一堆人在问你 和你合照的是哪个专业美女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手机掉到了床上 脑子里面只有一句话闪过 男悠悠 你完了 因为已经过了两分钟了 所以我只能私信管理员到撤回 还好管理员在线 撤回之后 我丢下一句 这个不是我们学校的人之后 就不说话了 但是没想到 事情发酵的这么快 每一会儿室友又说 表白墙上面 居然出现了这张照片 他们是真的一点都不听我的话啊 还在寻找人家的联系方式 我还在心里面笑 找得到就怪了 完全不知道我后面 要面对什么情况 我刚准备跟徐行解释现在的情况 毕竟还实现主动为好 不然一直不解释 怕是事情越发展越不好收场 就在我开始组织语言 想告诉徐行 现在的情况 是怎么发展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居然先给我发了消息 是一张截图 但是又不完全是一张简单的截图 截图上面是我们学校的表白墙 而上面的内容 刚好是今天有人拿着那张照片 向徐行表白 手机又叮咚响了一声 徐行又发了个消息过来 徐行不解释一下 男悠悠学妹 如果徐行现在就在我的面前 我都能感觉到 他说这话的咬牙切齿了 这个事情 还要从我刚刚手抖说起 所以学长我错了 但是这个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啊 徐行不是你的问题 难道这个照片 还是从我的手上流出去的 哦 好吧 就是我的问题 我会联系表白墙删掉那些表白的 如果学长需要的话 我也是可以解释一下 上面不是女生 是男生的 就是不知道学长介不介意 徐行你说呢 我 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 我马上去联系 还好我人脉广 刚好认识管理学校表白墙的同学 态度卑微的 让人家帮我删掉了之后 我又叮嘱他 如果有关于这张照片的所有表白 都表发 为啥 我暴躁的回了剧 哪有那么多为啥 发了的话 你学姐我的命就没了 这句话说的好不夸张 我甚至觉得 在徐行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 就很想冲过来刀了我了 哪里还能留我在这 联系人家删帖子 我又上去看了一眼 然后没看到徐行的照片之后 才跑去跟徐行汇报 学长 我已经连夜让他们删掉了 徐行 但是这个事情还是你引起的 而且小范围的传开了 如果我后续发现 有些人认出了我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不是 那之后的事情我都管好吗 为了表达对学长的歉意 我明天请你吃饭可以吗 徐行 明天满课 没空 来学长什么时候有空了 什么时候我请你可以吗 徐行 结束和徐行冷淡的聊天之后 我才放松了下来 然后连忙点进了我的相册 想把今天拍的照片全部删掉 结果在最后还是没人心 干脆还是放到了私密相册里面 眼不见心不凡 因为今天这个事情 我都射死了几次了 看来我跟徐行 可能确实是天生犯冲 徐行的消息来得很快 才过了两天 就收到了他第二天没课的消息 我还没回消息 他的消息就紧接着发了过来 徐行 学妹不是忘记这个事情了吧 我倒是因为那天的事情 被室友嘲笑了好几天 我顿时头皮发麻 本来表白墙上面这事情都结束了 后来也没看见什么照片了 除了在那个大群里面 偶尔还有人私聊 我问我那个女生到底是谁之外 我真的以为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没想到还有徐行这边的事情 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我经历了这么尴尬的事情 我的室友肯定也要嘲笑我好久 我 怎么会呢 我这不是一直在等学长有空吗 所以明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徐行 哦 随便 看你什么时候方便 我 那就明天中午吧 到时候我去找学长 徐行 嗯 我收起手机跟社团的人 继续讨论着后续的活动 自从大一被坑进这个社团之后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着退社 结果没想到不仅仅没退 还在这个社团中 做到了副社长的位置 明天中午的活动 我已经跟社长说过了 所以我只是随便提了一嘴 结果快结束的时候 一个大一的小学妹 突然凑到了我的身边 我看着她的脸想了半分钟 才想到了她的名字 学姐 明天你怎么不去呀 吴家儿一边说 我还一边搂住了我的手 说实话 这个学妹的颜值是很高的 而且属于是那种柔弱的那种女生 看起来温温柔柔 极大的可以激发男生的保护欲 当然某些时候 也能激起我的保护欲 明天我有点私事 到时候社长带你们去也可以 而且这种活动 我都去过好多次了 少这一次也不算什么 吴家撩一撩头发 发间的香水味 窜到了我的鼻尖 突然能理解 为什么这种女生 能找到男朋友了 而我还单身至今 啊那好可惜呀 我本来还想跟学姐一起去的 毕竟我们社团 就我们几个女生哎 我以为她是不好意思去 所以跟她说 如果不习惯的话 可以不去 或者跟那几个女生待在一起也行 刚好有人叫我 所以我就没跟她多聊 直接离开了 现在的我 更加想要考虑的是 宁静请徐星吃什么 便宜的不太行 太贵的又请不起 于是综合了一下 我和徐星两个人的口味 选定了学校外面的粤菜 价格合适 味道也很不错 第二天中午 换好衣服之后 我勉强给自己撸了个妆 然后扫了辆车 去徐星的宿舍楼 在楼下等了两分钟 她和任以安就下楼了 我还在想 怎么变成了两个人的时候 任以安就先看到了我 然后直接拉着徐星走了过来 非常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还问我在这等谁 我视线刚放到徐星的身上 她就先一步 从任以安的身后走了出来 她在等我 任以安的眼神 放到了我的身上 我肯定的点了点头 你等老徐干嘛 你们两个不是背着我 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事情确实是发生了 只不过不是她以为的那种事情而已 我嘴张了张 解释的话已经到了嘴边了 结果却被徐星接上后面的话 她等我一起吃饭 你不是约了学生会的吗 还不快去 任以安的脸上带着深深的疑惑 但是看了一眼时间之后 还是带着疑问离开了 她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还不快点走 见任以安走了之后 我也跟着徐星一起走了 吃饭的地方我早就跟她说了 离学校也不是很远 所以干脆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走过去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一路上都有人在看我 或者说是在看徐星 我默默的凑到徐星的身边 学长 你是不是被发现女装照片的事情了 为什么我看 大家好像都在看你 徐星看了看我 然后突然伸手拽了我一下 身后有车开了过来 我才知道 原来我一直挡在别人的路上了 而我居然都没有发现 谢谢学长了 徐星拉着我胳膊的手放了下来 不客气 为什么会觉得是在看我 而不是在看你呢 我挠了挠头 虽然我平时挺自恋的 但是这个事情也不会自恋到 那些漂亮姐姐都是在看我吧 我又不是男女通吃 男女通吃的明明在我旁边 算了吧学长 我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我又不是人民币 怎么可能大家都看着我 徐星像是笑了一下 我没看清楚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笑 可能真的是看你好看吧 果然男人都是喜欢敷衍人的 就连徐星都是这样 我没吭声走到徐星前面一点 但是最后也不知道 是她的腿长还是怎么回事 我们又保持在了一个水平上面 因为已经预定好了位置 所以我直接跟服务员报了位置 带着徐星走了进去 毕竟这一餐是我请罪的 所以我恭恭敬敬地 把菜单放到了她的手里 让她点菜 等徐星差不多点完了之后 我才跟她说起 因为一个手抖出现的错误 这件事我感觉也差不多结束了吧 好像也没有人 在提那张照片的事情了 剩下的照片 我已经头上处理好了 肯定不会再有之前的事情了 徐星微微俯身靠近我 删掉了 我本来想撒个谎说删掉的 但是看着徐星的眼神 突然就不敢撒谎了 摇了摇头 把她撕密了 只有我有密码 所以肯定不会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的 哦 学妹看起来很喜欢我呀 连照片都要好好收藏起来 我没把徐星都画过脑子 还傻乎乎的点头附和 是啊 是啊 不对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什么叫喜欢徐星啊 再一看她 这人还一直在笑 看起来就是故意说那种话套路我的 我是那种会吃哑巴亏的人吗 当然不是 是喜欢学长啊 不过是喜欢女装的学长 下次学长穿女装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通知我一声 到时候我还去给学长拍照 看着徐星说不出来话的样子 我心里很是高兴 就连饭都多吃了一碗 然后成功的吃撑了 还有点良心的徐星 想去得我买件为消食片 但是被我拒绝了 笑话 要是被别人知道 我因为吃饭吃撑了 去吃消食片 那我的面子还能留着吗 徐星站在我的旁边 微微低头看着蹲在地上的我 不确定的问了句 你确定不需要吃药吗 别到时候还因为饭吃多了 而进医院了 哥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我坚定的摇了摇头 不需要 我从这儿走回学校就差不多了 那行吧 我正准备站起来 结果一下子骑蒙了 眼看着要往地上摔了 旁边的徐星也很给力的 及时把我给捞了起来 他的手只来得及 放到我的肩膀上面 把我捞到他的怀里 而这一下 刚好我就搂住了他的腰 是那种两只手抱住 圈住了他的腰 脸就贴在他的胸口上面 这一下我们两个人都不出声了 然后我最恶的小手 色胆包天的圈紧了徐星的腰 甚至还捏了捏 这腰 这手感 要是我是男生 也疯狂跟他表白啊 色手还没摸很久 徐星的手机 啪了一下 把我的手给打掉了 你还要占多久 我的便宜 现在违宪男性也犯法了 我听了这句话 连忙从徐星的怀里出来 美人纵然好 但是俗话说 带刺的玫瑰 有错就认 但是好像 每次在我想承认错误的时候 总有人会出来打断我 一声悠悠学姐 让我有些怀疑自己 我什么时候有关系 这么好的学妹了 毕竟很多时候 大家都只喊我一句学姐 或者学妹 叫我名字的也有 像徐星那样 叫我男悠悠学妹的 倒是只有她一个人 吴家从后面过来 一下子就搂住了我的胳膊 我这才发现 我们社团的人 都跟在她的身后 失算了 没想到社团聚餐 居然这么快就结束了 她眼神一边看着徐星 一边又搂着我 然后娇滴滴的的说 学姐不跟我们聚餐 是因为邀和这个学长吃饭吗 我尴尬的笑了笑 然后解释道 这不是之前欠学长一个人情吗 然后刚好我们约的就是今天 也不好推了 所以只能不参加社团这边了 我给徐星使了个眼色 让她救救我 我真的不是很能够解决 现在的场面啊 我 救救我 徐星 有报酬吗 我 请你吃饭 徐星 行 三顿饭 我 好 徐星一出手 就直接把我从吴家的手里面 捞了出来 然后说了句 不好意思 我跟你男英游学姐 还有点事情没解决 可能不是很有时间了 要不然你们下次再聊 我在旁边疯狂的点头 是啊 是啊 学妹你们吃完了 就早点回学校吧 我们下次再聊 吴家一脸的失落 但是也只能就这样了 那学姐去忙吧 我跟着徐星转头就走 脚步走得飞快 刚刚的度账在现在看来 完全不是事 学长 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徐星一脸不在意的说 还好 还好 要是学妹不满意 现在我也可以把你塞回去说 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事情 我看那个学妹 好像很想跟你聊天呢 我 是我的错 我就不应该选这家店 她来后面几次吃饭 我要挑一家远一点的店了 徐星不太吃辣 那我下次就专门挑一个川菜馆 徐星把我送到宿舍楼下之后才离开 回到宿舍 室友看着我回来 都一直盯着我 这是干嘛呀 怎么都看着我 难道是今天我的妆很好看 我错到一个室友的镜子面前看了一下 好像跟我平时的妆 好像没啥区别 一个室友错到我面前 蓝油油同学 你甚至谈恋爱了 我很诚实地摇了摇头 没有 我怎么可能谈恋爱 你看我像是谈恋爱的样子吗 室友掐了掐我的脸 还说没有 我们班的同学都拍到你和男生的照片了 还一起去吃饭 吃了饭还拉着手回来 你看 他把照片放到了我的面前 我仔细地看了一下 确实是我和徐星 是吃完饭 他拉着我逃跑的时候 看来他还是很绅士啊 就算是那个时候了 他都还是牵着我的手腕 这照片拍得还挺唯美的 我推开室友的手 然后解释道 这就是一个学长 上次欠了他一个人情 然后吃了个饭 结果回来的时候 碰到了我们社团的一个学妹 他一上来就拽我的手 我推扣不开 就让那个学长帮我一下 我室友都知道那个学妹是谁 所以都能理解我这种 对不熟悉的人受恐的样子 所以你这款人情没还到 你又欠了人家一个人情 我坐在椅子上面 唉声叹气 是啊 一顿饭变成了我三顿饭 资本家看了都要流眼泪 室友调侃了两句之后 就干自己的事情了 但是还有个室友 在跟我分析那个 和我不太熟的学妹 怎么会突然表现得这么熟悉了 他是不是看上你那个学长了 想通过你认识一下 结果你却带人家跑路了 看着吧 到时候他肯定还有来问 你那个学长的事情 我抱着怀疑的态度看着他说 有没有可能他看上的是我 而不是学长 室友张大了嘴 一副你生事有病的样子 你也太会哑响天开了吧 虽然你那个学妹茶茶的 但是一看喜欢的就是男生啊 你不相信 等会他绝对给你发消息 问那个男生生是你的男朋友 刚说完这句话 手机的消息提示音就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还真是那个学妹 我不由得给室友竖了一个大拇指 他让我点开看看 里面说的啥 吴佳 学姐忙完了吗 可爱我 啊 已经忙完了 你有什么事情吗 吴佳 就是 就是那个 我想问学姐一点隐私的问题 我 你说 吴佳 今天那个学长是学姐的男朋友吗 我跟室友对视了一下 在他的眼里 我看到了得意 我不擅长撒谎 而且虚型确实不是我的男朋友 所以我只能如实回答 我 不是啊 吴佳 我就说 学姐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脱单了 那学姐可以把那个学长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那个学长说几句话 看吧 我就说 所以你要不要把联系方式给他 我没直接回消息 直接给吧 好想对虚型不太好 万一人家不想嫁别人呢 我这不是给人家造成烦恼了 所以我还是决定去问问虚型 到时候拒绝了我也好对别人有个交代 我 学长在不在 虚型 我 就是今天那个学妹想加你一个联系方式 你方不方便给他 虚型 就是今天拽着你的那个 我 对 虚型 给吧 我看到虚型的消息傻眼了 所以男生都喜欢学妹这一挂的嘛 难怪没人看上我 真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室友在旁边 也是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 你说你 这不是给别人牵牵搭桥了吗 我一看 你对这个学长就有点意思 现在人家两个聊上了 还有你什么事情了呀 我哼记了两声 不情不愿的把联系方式发给了吴家 他还很高兴的跟我道谢 虽然我一点都不想看见 另外一个室友 听到我们的对话 凑过来问怎么了 没咋 就是这个傻子 把自己的姻缘拱手让给别人了 我也算是知道 为什么到现在 他也谈不上恋爱的原因了 我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但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也没办法了呀 我就不应该嘴见去问虚型 现在 我算是连刚刚抱过他的腰的事情 都安慰不了自己了 本来以为是刚开始 结果没想到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我也没跟徐行联系 毕竟他现在说不定 正在跟他的学妹聊得热火朝天呢 所以也准备 只要他不跟我说那三顿饭的事情 我也不主动提了 也可以当作 我跟他牵线搭桥的报仇了吧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我遇到的同样都是被抛弃的任以安 看到他我就更加坚定 现在徐行肯定是在和小学妹约会了 学妹 你昨天怎么跟老徐去吃饭了 我八口饭 就是欠了他一个人情 这不是请回来吗 仁义安端着汤好饮了一口 这样啊 那今天咋跟他一起了 我看他下课就走了 说是约了人 我还以为是约了你呢 我更加郁闷了 约的不是我 约的是别人吧 我吃好了 你慢慢吃 端起盘子我就往门口走 把盘子放好之后 我脚底一溜烟就离开了食堂了 晚上徐行给我发了消息 问我哪天有空 我返向回去 哪天都没空 他没回消息 我在心里默默念叨 要是是小学妹这么跟他说 他肯定是很多消息都发过来 我收起手机 漫无目的地在操场上走着 孤单的人压操场都是一个人 男悠悠学妹 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转身看去 徐行穿着简单的衬衫加西裤 站在我身后一米的地方 他一只手插在兜里 倒是有了些懒散的样子 跟他平时好像不太一样了 我张了张嘴 想问他干嘛 结果他先说 你欠我的三顿饭 打算什么时候请我 我 真就是三顿饭不吃 能把他饿死对吧 你就只记得你的三顿饭是吧 现在你还缺着三顿饭吗 学妹想请你吃的饭 怕是不止三顿了 我转过身继续走 也没管身后的徐行 会不会跟上来 虽然他很快就迈着长腿跟了上来 我说这几天 怎么某个人跟我一句话都不说呢 原来是吃醋了 我的脚步愣住了 然后眼神里面带着一些不可置信 刚刚那句话 会是从徐行的嘴里说出来的 我怎么可能会吃醋 不过就是对于他这种 把我当成牵线搭桥的工具的行为 而生气而已 我实在是说不出来的所以然 所以最后只能一把推开了徐行 往操场外面跑 在跑路的时候还没忘记说一句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 要你管这么多 说完我就跑了 拿出了跑800米的速度 等回头没看到徐行的时候 我才渐渐的停了下来 在路过超市的时候 又想喝水了 如果我知道因为这瓶水 我又会被徐行抓住的话 我肯定是不会去买这瓶水的 就算是我渴死了 我也不会去买的 正当我好饮了一口冰水之后 想回宿舍 结果却在出超市门口的时候 听到了异常熟悉的声音 学妹怎么没跑回去 难道是专门在这儿等我 我差点把嘴里的水喷出来 但是为了我的形象 我又用强大的意志力 让自己给咽了回去 然后结果就是 我被这口水给呛到 在门口一直咳嗽 徐行看到我一直在咳嗽 终于良心也发现了 拉着我走到了旁边 不至于挡住别人的路 我还感觉到 她的手在我的背上 轻轻地拍了拍 帮我顺起 要不要喝点水 算了 你好像就是因为喝水呛倒的 你自己顺顺气 我想瞪眼徐行 但是咳嗽让我都站不直腰了 也是在足足在那咳嗽了三分钟 才渐渐地停了下来 等稍微好一点了之后 我第一反应就是 一巴掌拍到徐行的背上 结果又因为她的背太结实了 没痛到她 反而又疼到了我的手 你不知道人吓人 是能吓死人的呀 徐行没说话 反而还弯下腰 凑到了我的面前 我下意识地想退后一步 结果却被她拉着肩膀 退无可退 她弯曲手指 帮我擦掉了眼角 因为咳嗽而产生的眼泪 不就是最近没来找你吗 不至于还哭鼻子吧 我的脸瞬间就黑了下来 甚至心情比刚刚还要糟糕 学长现在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是越来越大了 徐行直起身 笑了笑 说实话 也是睁眼说瞎话吗 如果学妹是这么认为的 那便是我在睁眼说瞎话吧 我 真的就是好话话话她都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 旁边有人走过来 我刚想让开 徐行就先一步拉着我的手腕 往另一边走去 你拉我干什么 当然是给你解释一下 我这几天干什么去了 不能让你白白误会我吧 我想说我也没误会什么 但是想到吴家的事情 突然感觉有没有可能 确实是因为什么事情 误会了人家 有可能吴家只是想让他帮个什么忙 但是不好在我这说呢 走到凉亭 我没等徐行叫我 我就很自觉的 在干净的椅子上面坐下 然后一副 你想解释什么 本宫就听你说说的样子 徐行轻笑了声 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 这两天确实是有点忙 当然不是你想的那种忙着谈恋爱 导师那边的事情 我确实是推托不开 外加上了一个室友的工作 我问你为什么要帮你室友做 徐行无奈的说 还能是因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上次手务 发出去的那张照片 他刚好这几天不在学校里面 说是如果我不帮他 他就把我的照片挂到表白墙上面 还要曝光我的名字 我心虚的笑了笑 然后摆了摆手 说好了这个事情早就结束了 所以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任学长可是说了 你今天约会有人吃饭 但是那人不是我 我想听徐行的解释 但是等了半天 也没等到他的开口 抬头一看 就看到他在那表情纠结 一副想说又不能说的样子 你最近没人跟你表白吗 我有点奇怪 要是有人给我表白了 我还至于到现在还单身吗 现在坐在这的 可能就不是我们两个人了 而是我和我的男朋友 以及你 行吧 你是真的没感觉到 你的那位学妹 对你的感情不太一样吗 我反问到 难道不是他对你的感情不一样吗 他还特地来找我 要了你的联系方式 他和我们两个人相遇的时候 那个眼睛 不是都要提到你的身上吗 虚行叹了口气 他是找我了 但是找我却不是说的我的事情 我们两个见面 说的是你的事情 回宿舍的时候 我的脑子还有点不太清醒 印象里面只记得一句话了 男悠悠学妹 没想到不仅要处理我的男情敌 没想到还要处理女情敌 这简直就是给了我两个巨大的冲击 冲了我差点就傻了 没想到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 无家给我发了消息 给我第二天去食堂吃饭 一般来说我肯定就拒绝了 现在是二班情况 我觉得我更要拒绝了 但是又想到我都知道了 人家想的是什么 要是一直这么吊着人家 那不就是渣女了 果然长得月小巧可爱的女生 喜欢的不一定是男生 于是我只能回了个好的消息 然后关上手机想催眠自己 但是半天都说不着 徐行的消息也在这个时候发了过来 徐行 你明天是要跟你的学妹吃饭吗 我 你怎么知道 徐行 她来跟我炫耀了 说你都没犹豫 就答应了她吃饭的邀约 说我能不能做到这样 我 徐行 所以学妹什么时候能腾出时间来找我吃饭 签我出 但是要你请 这样我也可以去炫耀一下了 我 你们两个都挺有病的 经过徐行的消息打乱 放下了手机之后 我反而更加睡得着了 第二天 在约定好的地方 看到吴家的时候 我又看了看这个食堂里面人山人海的 我还是想来谈点事情的 于是准备 把她约到一个小食堂去 没想到我刚刚提出这个事情 她就特别高兴的说好啊 于是我们两个又换来的地方 到了一个小食堂 这边人没那么多 看起来像是一个可以谈事情的好地方 吴家点了菜之后 就坐在我对面看着我 本来如果没有 昨天晚上的事情的话 我可能还会觉得 这个学妹长得好乖巧 但是现在看来 乖巧可爱还是乖巧可爱的 就是看我这个眼神 不太清白啊 我试探地问 学妹 你上次要那个学长的联系方式 是对她有意思吗 如果是 我还可以帮你清清线哦 话刚说完 吴家的表情瞬间就不好了 还放下了自己的筷子 看着这个意思 估计是要准备摊牌了 学姐怎么会觉得 我对她有兴趣呢 我就是感觉出来的呀 学姐这么会感觉 为什么没有感觉到 我对你的兴趣呢 人傻啊 要不是当时还在外面 我真的想缩到一边 好像吴家坦白了之后 就瞬间没有了 那种小可爱的感觉了 气势一下子 就变成了那种 高冷欲解的感觉了 在听完她的解释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大家都是 这么有心机的人啊 看来我才是那朵小白花 她原本是不准备 来我们这个社团的 但是在招心现场 见到我之后 就瞬间想来了 甚至还因为 我喜欢柔弱的小女生 她特别改变了自己的性格 就是为了好接触我一点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喜欢柔弱的女生了 你每次对那种 柔弱的女生都很好 很关心啊 所以这不是喜欢吗 行吧 是我关心错了人 但是因为我这学期课比较多 所以很少去社团聚会 那次好不容易 社团又有聚餐了 她以为我可以去了 没想到我又和徐行有约了 她为了和别的社团成员 打好关系 获得我更多的消息 也只能去了 没想到回来 就撞见了我和徐行 所以她要徐行的微信 是想去示威的 是觉得对我势在必得 但是又害怕 我真的和徐行在一起了 因为不想在我这儿漏底 所以只能去跟徐行说 但是在网上说 她感觉不是很安全 所以她又约了徐行 在线下见面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事情 学妹 我不知道是我哪个行为 让你觉得我对女生有意思 但是我还是在这儿 跟你道个歉 这个事情是我的错误 但是我真的是侄女 钢铁侄的那种 我也真的是喜欢徐行 那种风格的男生 如果没有他出现的话 说不定最近 我可能都跟他表白了 吴家儿还想说什么 但是被不知道 从哪儿窜出来的徐行 给打断了 学姐不喜欢女生 万一其实她就是喜欢女生的呢 我还没说话 徐行就抢先说 她就算是喜欢女生 我也可以啊 你不知道吧 学长的女装可比你好看一点 你学姐喜欢的 也不是那种可爱的 她喜欢的是高冷郁姐 不光光是吴家儿傻眼了 我也傻眼了 没想到徐行这种话 都可以说得出口 为了跟学妹争个输赢 连自己的黑历史都说出来了 为了避免徐行 说出更多的事情 我连忙捂住了她的嘴 然后快速地跟吴家儿说了句 我确实不喜欢女生 对不起了学妹 我们这就离开了 把徐行拖出来之后 我才松了口气 以前这人不是这样的呀 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没脸没皮了 你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啊 黑历史都敢跟人家说出来 也不怕人家去表白墙上面曝光你呀 徐行整理了一下 刚刚被我拉乱的衣服 那又如何 对于情敌就是要不择手段一点 刚刚我可是听到了 学妹你的理想型就是我 所以对于我的表白 你要有什么回应呢 话确实是我说的 但是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福利 我觉得在一起还是有点条件的 我觉得呀 答应是可以答应 但是吧 其实我觉得自己也挺喜欢那种清冷一节的 所以你要不要再穿一次汉服给我看看 看我到底是喜欢女生 还是只喜欢穿女装的你 徐行纠结了几分钟 最后还是咬着牙齿说 行啊 怎么不行 我就要让你知道 不管是男装女装 你喜欢的都是我 好啊